一名登山客爬玉山前锋 却不慎跌落边坡伤重身亡 昨天中午12点多 两名登山客到加以阿里山乡的玉山前锋爬山 途中一名50多岁的男子不小心跌落边坡 消防人员到场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但是呢在今天早上8点多 将人由直升机载到停车场的时候 男子的家属就表示不用送医 后续交由警方处理 感谢观看